這是什麼啦 跟你們講科技冷漠啦 向你們好好地 留意你們身邊的聲音有這麼難嗎 這是什麼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師 這次呢 非常開心 是很常的邀請 特別來做這個 音感記憶王的挑戰 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是音感非常好的 我是絕對音感的部分 可是他們這次找了四個 聽說音感也還可以的 觀眾朋友 我歡迎大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綺 Yuki 目前是一位職業啦啦隊 還有一個舞蹈老師的身分 所以今天的音感記憶王 我相信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一定吧 可以 我相信我 沒有問題的 我叫潘偉凡 我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也是一個音樂公司的老闆 靠絕對音感在吃飯的 快點吃了吧 有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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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柏涵 我也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我也有絕對音感 所以今天的音感記憶王 一定是我 不一定耶 真的不一定 我們大家都有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欣梅 我是舞音歌手 所以 音感的部分 肯定是我了 哦 好的 那我們現在遊戲開始 我們會混合題 有日常的聲音 廣告的Jingle 品牌的Jingle 聽音樂的時候呢 答對我們是加兩分 提示的話是加一分 最後的冠軍 可以得到 增恆昌購物金 兩千元 一定是我的 看的 沒有沒有沒有 本來我是小時候自在參加 但聽到兩千元 我一定要拿了 你們又不用養小孩 我上來就買奶奶粉的 聽聽題 請搶答 你這個 你這個要不要改進啊 你這個感情要不要改進啊 你這個感情要不要改進啊 這個音質 160P嗎 再聽一次 再聽一次應該一樣 你提示 好 我提示 它是一個飲料廣告 應該是很老的飲料吧 就大家一直喝 然後一直想不出來到底是什麼 我喊 QO 答對了 真的是 QO 有 有中國之真好喝 喝的時候 酷 喝完臉 喝完臉紅紅 不行啦 不行啦 喝完臉紅紅 太難了 最大記憶點在QO 對 有中國之真好喝 它在台灣活躍的時間 只有短短的2001年到2005年左右 其實去日本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它很尋常的出現 而且它在2019年的時候呢 也跟TWICE做了一個聯動 同時度過它20歲的生日喔 它好老的飲料喔 我同學耶 1991 沒事 啊 對對 對 牽絲寶寶寶寶 牽絲寶寶寶寶 這樣沒炫耀 你還在那邊炫耀 它也是十大台灣買不到的消失飲料 超懷念第一名 真的懷念有啦 這個真的有度過一段時間 請聽題 請搶答 我還 我還好 啊 板南線 板南線是對的 但它是做什麼用的 Yuki開車門的時候 不是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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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趕快上車的時候嗎 你趕快上車的時候嗎 關門的時候嗎 不是 還有什麼狀況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平常 真的沒有很認真在聽耶 在幹嘛在滑手機 轉戰的時候 沒錯 我不知道耶 2007年的時候 李明聰 他就是要跟學生談起聲音畢竟 讓學生學會聆聽 所以呢 他就透過這個轉成站和終點站 創作者呢 都是周月成 轉成站的旋律呢 叫做風起 還有一個終點站的 說這個我就知道了 因為我很少做到終點站 這是南港的頂普 南港頂普 欸我們真的很沒有認真 在聽這些日常生活的聲音耶 品聽題 請搶答 叫聲 麥當勞的廣告 答對了 巴巴巴 I love you 他從1984年引進台灣 即將40周年 可被20年再度邀請了 蔡依琳當代言人 親自操刀的一首主題曲 叫做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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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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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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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手要你愛 I love you 這首歌呢 是他與陳打造出 怪美德腦工製作人 Richard Cracker 一起創作的 堪稱是年度壓軸 多巴胺神曲 而且這次40周年 還有特別打造全新場域音樂 請到三巾音樂製作人侯子堅 針對早晨五間夜晚深夜四個時段 撤展出不同風格的歌曲 請聽題 調音師好快喔 對 一首是給愛麗絲 斯貝多芬的 一首就是新加坡的巴達捷夫斯卡 《少女的祈禱》 少女的祈禱在美國 澳洲等國家 其實不是垃圾車的一頁 它是冰淇淋車的一頁 Oh my god 所以會不會外國人來 我昨天聽到就想吃冰淇淋 冰淇淋來了 給愛麗絲通常是北部多等 那南部就會是少女的祈禱 最重要的是英國衛報 有曾經報導過台灣的垃圾車文化 以及台灣有高達55%的回收率 是全世界回收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真的 給自己拍拍手 我們是回收 乖寶寶 明年有一齣音樂劇叫倒垃圾 給愛麗絲來原創 喔真的 剛好就是我做的 耶 所以這題應該要給你答案 但是我突然卡住了 因為姜老師的聲音實在是 太洪亮了 喔謝謝 謝謝 沒關係你安心製作 你那個獎金我拿就好了 當原住民部落就是有自己的歌 他會放母語歌 有點偏那種很活潑的歌 那你可以唱一段嗎 我現在 部落的姊妹們你看 她已經忘記了 她忘記了部落的語言 我好好自補一次 謝謝 請聽題 我知道 他想起來啦 來 博安 博安跟新梅猜拳 你看你進那麼多分 你就讓一分了啦 好我出剪刀 而且她都忘記她部落的歌了 那我出剪刀讓你 好賤喔 你最好給我出剪刀 她頭頭到尾就心機了 在裡面 剪刀石頭布 好帥喔 你好帥喔 好帥喔 很耐差欸 我兒子長大就是要這麼老實 卡沈梅 火車要過的時候在等的時間 答錯了 姊老師 是救護車 答對了 其實救護車有分音頻叫低的 跟音頻叫高的 叫低呢其實就是一般的救護案件 叫高的就是救宅 會同時跟消防車一起出動 有些人會覺得救護車 快接近或者是經過的時候 正應高低好像不一樣 那就是毒皮的效應 所以毒皮的效應 可以解釋一下嗎 一個是接近你 一個是遠離你的時候 那個聽起來多長的步驟 喔 先過先過的概念 好帥喔 好加分 請聽題 我很想知道他用什麼錄的耶 我知道這是什麼歌啊 可是這是什麼時候會出現啊 好 請搶檔 可是這是什麼的歌啊 他是汽水的廣告 違反 黑松莎士 答對了 好棒喔 有什麼關聯 可是你真的有想當黑松莎士嗎 有印象 因為他是台灣品牌 黑松莎士是在1950上市的 他其實代表台灣精神的經典飲料之一 他是以熱情夢想實踐 鼓勵年輕人要勇敢追夢 在1988年的時候 張雨昇唱好了這首廣告曲 三歲那時候 我 喔 你不是18而已嗎 一定要選 這邊剪掉 哈哈哈 歌詞中呢 傳達了當時年輕人 對未來夢想的勇敢無懼 2020年的時候呢 他們70週年 又找了鐵子彈 重新詮釋了 我的未來不是夢 你看 喔 喔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等我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啊 啊 陪你敢傻 70年 皮松莎士 哇 70年 沒錯 他是致敬70年來 所有勇敢追夢的人喔 2021年的時候呢 找了告五人 寫了年度主題曲 只管向前 持續透過多元的方式 鼓勵年輕人在夢想路上 要勇敢前行 請聽題 沒聽清楚 我不知道 捷運搶到 雨晴 雨晴 黑人牙膏 答對了 我就改名了 再好來 Darline 洪洪的節奏想起 像世界說聲早安 今天有個特殊意義 一二三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會改名嗎 好像騎士黑人 騎士 沒錯 2022年正式改名為好 來找了威里安跨刀的改變品牌主題曲 以前的黑人牙膏 這是現在的好來 清醒自信 叫我好來 黑人牙膏其實被韓國人列為是來台畢帶的十大伴手一支 喔很好刷是嗎 因為刷起來特別涼爽有乾淨清爽的感覺 請聽起 好慘 哈哈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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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刷卡 答對了 很厲害 這個其實也是台北市政府所推捷運聲音地景計畫 它呢用了六種樂器作為設計的基礎 在針對各個樂器咒法 音色透過混音壓縮轉化為可運用的音效 一個生發呢代表普通票 兩個生發呢是敬老票跟學生票和愛心票 高音滑音再加兩個生發就是你的餘額剩不到一百塊了你要去加值 我覺得我常常的 小聲音變 兩個ray呢就是票卡異常 壞掉 等一下 這我不知道它有這個意義 我以前以為它是亂數台列這些聲音耶 這其實都是捷運聲音地景計畫之一這樣請聽題 請搶答 講一次 乖乖 答對了 剛好吃 乖乖 你也乖乖 我也乖乖 乖乖的世界大家一起来 他是1968年发明的哦 乖乖其实最初他不是零食起家 他是以制药为主 短形是因为创办人觉得 女人跟小孩的钱最好赚 所以他 不可能耶 创办理念不可能这么薄薄耶 我以为是他把那个药放在乖乖里面 大家吃了就会很乖 乖乖 然后因为当时台湾正流行布袋戏 所以他就想到哈乖两天很红 所以乖乖的那个 哈乖两天啊 哈乖 那你们家还有个都市传说吗 放在机器上 哦 对 放进人家去建台上 所以他现在还是卖的超好 因为大家都放在机台上 对 请听题 许可达 失败的 很像是蔡建亚的歌 提示一下 它是日本品牌 四个字 啊 我是 我完全沒聽過 有去逛過對不對 他是shuffle的啦 哎呀 唐吉柯德他在2021年的時候引進台灣 你剛剛聽到這首旋律啊 作曲作詞到唱的呢 都是當時一位唐吉柯德的原本 叫做田中舞美他全部自己獨立完成的 然後你們知道為什麼日本店鋪都偏向自製主題曲嗎 要讓大家有一個記憶點嗎 因為他就是要用聲音計畫你的購買率 你知道放什麼樣子的音樂可以促銷非常高單價的東西銷售嗎 古典音樂 這是有調查的 你可以放古典音樂他們就會買很貴的東西 所以可能香奈兒或艾瑪茲可以放古典音樂 會覺得自己質感拉高了 對 質感拉高 最貴的 貝多邊有我同在了啦 這樣 這樣 但是我的購買率從頭到尾都不需要音樂 這是體質的問題喔 請聽題 機甲答 韋帆 捷運近戰 不對 詢老師 詢老師 不是盜戰嗎 捷運 答錯 郭涵 高鐵 盜戰 答對了 我每天亂做 我在想說那一台聽到 你在說那一台聽到 你剛剛才有聽過 我昨天才做的 我昨天才聽過 這是什麼啦 跟你們講科技冷漠啦 叫你們很好的 留意你們身邊的聲音有這麼難嗎 火大火大 氣到爆 那這個是舊版 在2022年的時候呢 台灣高鐵有和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 把布農族的一首歌 彈祝福出行的人 以及期待豐盛的傳統歌 叫做列前季強歌 轉換成高鐵車廂內的廣播 提示一 有 有聽過 這是新版 我好冷漠喔 好冷漠 可能剛好在看手機 現在開始認真聽了 對啊 對 請聽題 請搶答 瑋芬 郁芬 答對了 郁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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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1947年的時候起家的 他是國內的第一件聲音商標喔 第一個 對他是第一件聲音商標 聲音商標總共有兩種類型 一種呢是音樂性的商標 就是一段樂曲 或者是一段歌曲 比如說像I'm Loving 就是還有一個呢 是非音樂性的商標 比如說你累了嗎 喔這種 講話的這種 對這種就是非音樂性商標 但有三種聲音不能申請 第一個呢是通用的聲音 比如說像垃圾車的聲音 第二種就是不具識別的聲音 比如說歡呼聲跟鼓掌聲 第三種呢是功能性的聲音 比如說摩托車的引擎聲 因為他就是由摩托車使用 嗯沒錯 請聽題 不要再搶答了 請搶答 搶全聯 答對了 福利熊 好強喔 它呢成立於1998年 2015年的時候呢 就有推出這隻福利熊 這個福利熊呢 是由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所設計的 後來赤之百萬呢 在2017年推出了福利熊的首支主題曲 G&MV 還有新的叫做福利熊水果探險隊 有很多支 請聽題 請講的 台灣人手 答對了 希望每天都是新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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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天都是新奇天 哎呀 希望每天都是新奇天 看得像盧盧米耶 物憂物裡快得去聊天 希望每天都是新奇天 物憂物裡危險都不見 這支台灣阿龍呢 其實是台灣人的時候 2000年出產的吉祥物 然後他在2022年的時候呢 有推出全新形象動畫廣告 叫做龍氏女兄弟 他協力來自法國、日本、香港等 五支跨國的專業動畫團隊 歷經了5760個小時 影片上一個月之後呢 就超過了792萬觀看人次 請聽題 請想答 韻起 全家 答對了 超開的 她原本的是這個聲音 她這個聲音呢 其實版權不是屬於全家 是一個作曲家 就是道田康 那為什麼會換成這個新版呢 是因為全家在台灣的門市 即將賣入4000店的里程碑 所以特別設計歡慶4000店的限定版 讓消費者靜電時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哇 這個真的很棒 這個真的 這個idea太棒了 而且整個變得很歡慶的感覺 請聽題 再一次喔 我不行了 對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提示一下 這個東西呢是一個開頭的音效 它就是ReReReMeRe啊 可是這個ReReMeRe是什麼 看劇必備 啊 江老師 Netflix嗎 答對了 他應該是敲幾樂器 他變Re了 他是Re啦 沒有Me 他沒有那個Me 他沒有那個Me 他沒有MeRe啊 有有有有 再一次 有嗎 有有有有 好了啦 好了 他是一個 但是他不會MeRe 他會MeRe 他是一起進行的啊 他是一起進行的啊 所以會有一點複合的感覺 對 也應該不是MeRe啊 好無聊啊 我們這種人超 超真可 哇 我都聽不懂你們在聊傻的 對 後面有個Me啦 對啦 有個Me啦 Netflix產品副總裁呢 Tao Yelling 他想要為了讓Netflix的影音內容更有辨識度 所以他就決定加上專屬的開場音效 他就找來了一個配樂過英雄本色 神鬼獵人跟飢餓遊戲的奧斯卡配樂大師 後來呢就製作了很多個版本 然後再經過修飾 找了一個作曲家叫做Cherly Campana 創作的電吉他音樂 最終版的噔噔音效就是這樣完成的 這個聲音其實是Long Bander 他帶著婚戒敲擊衣櫃的聲音 他2018年的時候有進軍電影院 因為這個配樂呢又有點太短了 所以他又找了一個配樂大師叫做Han Zimmer 喔Han Zimmer 沒有人不知道他 製作了一個16秒的電影版的配樂 計画指示 喔他有把當當加在最後面 要來公布冠軍囉 冠軍就是我們的 江老師 Compare Doo 邦 好啦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enc借大家來玩這些遊戲 但是我自己發現原來日常生活中 有這麼多的音樂 都在我們生活當中 可是我們居然花了很多時間在滑手機 或者是都錯誤了這些聲音 那希望大家之後呢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多觀察一下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音樂 其實就在我們生活當中呢 謝謝大家